哈囉大家好 我是俗辰 以薰 歡迎收看電玩宅富佩 熱血的比賽即將進入最後的高潮 英雄聯盟世界大賽八強的賽事 上週已經在廣州熱鬧開打囉 究竟有哪些隊伍可以拖穎而出 進入四場呢 趕快來看看精彩的內容吧 在上週四第一天的韓國內戰中 出現了觀眾們萬萬沒想到的結果 交被看好的韓國第一種子龍珠 在經歷過小土賽六勝名敗的完美戰績之後 被眾人認為將很有可能衝擊冠軍戰 但結果卻是遭到同樣來自韓國的三星SSG 連勝三場直接淘汰 竟能打包回國 這不禁讓人覺得 是不是每個賽區的第一種子都被詛咒啦 來到了第二日比賽 內容更是峰迴路轉 原本被認為可以輕鬆取下勝利的前冠軍隊伍SKT 面對上歐洲兔子隊MSF比賽中 狂野的兔子使出了渾身結束 一度將王者SKT 逼入了2比1敵派的絕境 但擁有數十枚冠軍戒指的SKT 也不是省油的燈 在關鍵第五局最後一場的會戰 小學弟Blank一個關鍵投原古巨龍 搭配上上路呼你的繞後 將比賽逆轉了回來 最終3比2踢走了MSF 第三天賽程 地主隊RNG在全場觀眾的歡呼下 不負眾望的3比1 擊敗了歐洲第三種子Fanatic 也宣布歐洲EU賽區的參賽隊伍全數淘汰 第四天的賽程 又是一場打好打滿的五場比賽 中國隊伍WE 專門前面在被北美C9出奇招式 使用星級的上路壓制到1比2平台的局面 最後卻逆轉淋一兩盤 拿下最後一隊晉級四強的機會 四強賽的賽程將會在本週六舉行 隊伍確定有兩支中國LPL隊伍 與兩支韓國LCK隊伍正面交鋒 將決定最後顯得踏入鳥巢 爭奪最後的世界冠軍 1個戰爭